如果你錄製的影片有需要進行影片編輯 可以按下這邊 這個時候 會開啟一個VideoEdit影片編輯的程式 那麼我們可以從這邊添加文件 把其他的 影片檔案加進來編輯 或者是在這邊 直接進行剪輯的一個動作 在編輯程式中 我們首先可以先來決定 我們要截取的一個區域 例如如果您先聽看看哪些片段要或不要 假設我們到這邊 您可以按下添加截取區域 方框 指定好 您要截取的範圍 或是不截取的範圍 他這邊可以直接做選擇 那除了 單一個區域外 其實如果您後面還有 需要可以按下刪除的地方 也可以在後面繼續選擇 第二個 如果您的錄製內容 有不只一段 需要 刪除的話 也可以把游標 時間軸 再 移到後面 找到要 檢取的部分 按下 添加截取區域 這邊一樣有 這樣就可以再把 把第二段加進來 那麼後面的話呢 他還可以進行畫面的裁切 旋轉 甚至呢 加上所謂的浮水印 字幕 所有需剪輯的部分都完成之後 按下確定 按下右手邊的轉換 就能開始進行輸出 那麼輸出的位置呢 您可以從左手邊這邊看到 在下面這邊有輸出的格式 以及輸出之後的目錄 我們就開始進行